防疫措施放宽 今年有更多公司订购红包风来派发 但也有越来越多人注重环保 减少使用红包风 或是选择使用较可持续的红包风 记者李雨婷报道 新春福兔宋吉祥 这家用帆布制作环保红包风的业者 新推出兔年设计 也为网年的南宇卡通人物设计幻想新衣 受到顾客欢迎 由于缝纫这类设计需要较多经验 业者又无法扩充团队 尽管需求比去年多 业者最多只能制作1200个红包风 以确保无期交货 很personalized 因为有放名字 但又可以重用 过了年你还可以用for birthday or any other occasion 现在客户是要求做不一样 12不一样的中文化 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出来 因为不够人手做 然后那些设计 但也是很多工要去想出来 另一家设计和印刷公司表示 虽然生效主题红包风 比起花卉等经典设计容易过时 但今年有超过一半的客户选用兔子设计 比去年多了约15个百分点 随着疫情趋稳 今年也有更多小公司订购红包风 但业者说 红包风订购总数比去年少约一成 数量减少是因为现在都在使用电子红包 但是对于数量的降低很多大的企业 银行 或者投资公司 他们会选对于材料的要求 往往更苛刻 对于设计的创意性也更加严格 目前三分之一的红包订单选用可持续方案 包括玉米粉和甘蔗粉制成的纸张等 业者表示 价格比传统纸张贵了两三成 因此订购的顾客不多 好